就當你以為台股已經很誇張的時候 它今天更誇張了 而且它恐怕還沒結束 對行情保持警覺是好事 可是如果太過小心翼翼 反而會錯失很多賺大錢的機會 我說不是賺錢 是賺大錢 那麼要如何避開風險 又能夠賺到錢 今天來聽聽我怎麼說 大家好 我是林宇凱 這盤盤中我們發了一篇文章 來 我們看一下 大概在早上十點鐘的時候 對 結倫對不對 半導鐵盒 乾脆先唱起來 為什麼這樣子 你看著我說你有些猶豫 怎麼這樣子 牌還沒開它就暫停噴出 結倫的口音 為什麼這麼唱 因為昨天我們的這一檔股票 這麼多 這麼多 這個什麼動物呢 我說你不要去猜羚羊喔 不是2401的羚羊喔 好嗎 好 昨天我們買進了這檔股票 好 我說什麼 先透露一下今天節目上 我們唱這首歌 因為意境太對了 昨天買進 而且蓋牌的這一檔 最被低估的機器人概念股 今天開盤不到一小時 直接亮燈漲停 不要猜 不要問了啦 好不好 猜錯更尷尬 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以前我們是盤中發文 然後市場買盤進來 馬上 有時候幾分鐘就亮燈漲停 這一次咧 對不對 提早一天嘛 昨天節目就跟你講了嘛 我提早一天喔 讓你有充沛的準備時間喔 因為它也不是開盤就漲停嘛 它是過了40多分鐘才亮燈的 所以絕對來得及買 甚至它今天也沒有鎖到收盤 好不好 我直接跟你講了 它今天收盤也沒漲停 絕對來得及買 你有沒有買到 沒有關係 這個我們放著晚一點講 我們一樣先從大盤看起 因為今天的大盤也非常精彩 來 親愛的24416 沒有極限 繼續刷新歷史新高 空手的凹死 放空的賠死 就像我講的喔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就算有泡沫 也不見得馬上破 有時候泡泡可以吹很大吹很久 好 那過熱 OK 什麼叫熱 什麼叫熱 我記得我小時候 台北只要30度以上就叫熱 現在隨隨便便給你35度 38度 這體感溫度都40度以上 你記不記得前陣子還有個新聞 穆斯林會去沙烏地阿拉伯 有個城市賣家 他們叫曹晉 曹盛 anyway 今年很誇張喔 熱死1000多個人喔 因為他們當地的氣溫可以飆到51度 熱死幾千人 對吧 這離題的 重點是什麼 熱 股市有沒有過熱這件事情 不是你的主觀感受太熱 就必須要回檔 它的極限可能比你所想的要來的高上許多 搞不好你兩萬年就覺得過熱啦 現在兩萬四千三啦 對吧 而且我必須講喔 你說有沒有一些過熱的隱憂 我還稍稍認同一點 因為最近市場確實很熱 可能你要講泡沫 泡沫 我真的要駁斥一下 我不是要駁斥鄧子齊 我要駁斥泡沫這件事情 泡沫給大家的感覺很像是那種虛的 好像你在長假的一樣 來 可是我們看一下 台股不是長假的欸 台股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是集合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餘一身欸 台股集合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餘一身欸 那是假 對不對 怎麼會是假的 最簡單 先看技術面 來 技術面 請問你 有價 有量 對 今天有5500億 有價 有量 履創歷史新高 你這樣乍看之下有沒有發現 幾隻黑K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月來 只有三隻黑K欸 紅K跟黑K的比例落差這麼大欸 表示什麼 為什麼會有紅K 開低 走高嘛 你即便跌下去 被買上來嘛 這技術面還需要懷疑嗎 基本面 昨天我們帶大家看過出口 對吧 來 昨天公交時報頭版頭條 6月出口 大經期 年增率23.5% 28個月以來最猛 然後還看了外銷訂單 上個月下旬的時候就看了嘛 因為這是6月20號的新聞嘛 5月外銷訂單表現優於預期 第二季會終結連7季負成長 4 5 6都會不錯 我們常講的外銷訂單 它是一個先行指標嘛 你接了訂單生產出貨 才會變成營收跟獲利嘛 或者是出口數字嘛 所以其實外銷訂單這個先行指標 通常會領先至少1到3個月 那現在5月已經不錯啦 經濟部統計處也告訴你6月也會不錯啊 那不是很間接告訴你第三季都不錯嗎 然後今天那個財經兩大報的頭版頭條 你再看一下 工商時報告訴你什麼 上市貴營收是最旺第二季啊 扎扎實實的基本便擺在這個地方 數字告訴你啦 還有呢 經濟日報台積電寫下最強6月 第二季創高 而且台積電很誇張喔 台積電這個 它超越財測高標 是跌破所有外資法人的眼鏡喔 光台積電這麼強 你還怕台股要跌到哪裡去 小弟在下本人我喔 身為這個台積電大跌破底之後 敢在6月初告訴你 台積電上看至少千元的分析師 我是很懂台積電的啊 我是很懂台積電的啊 我跟你說我有多懂 我不要去吐槽自己同志好不好 昨天我去上股市福利社 那因為昨天台積電公布營收嘛 所以在場來賓就要猜啊 說今天台積電會漲多少 好 那我是怎麼說的 我說大概就2%到3% 今天大概你看盤中 就真的2%3%2%3%這樣震盪 這樣中場收最高可是多少 3.3% 其他來賓呢 有的差直接1100 1100這樣是多少 漲半根以上耶 對吧 所以我昨天我在福利社 我是這樣講 我說在漲了2%到3% 7月10號 昨天的節目 2%到3% 我連台積電今天會漲幾拍 我都知道 這夠神了吧 因為我們外資出身的本來台積電 就是我們必須要懂的公司 紅海啊台積電啊日月光 這個是我們資料最多的公司 所以呢 身為市場上最懂台積電的男人 不是浪得虛名的 那台積電他也不會只有一千出頭 現在台積電不會只有一千出頭而已 所以光是衝著這些台積電啊 還有剛剛出口啊 那個外銷訂單啊 這些每一個你都能看到的數據 你可千萬不要告訴我 台股基本沒有問題好嗎 台股是有底氣的好嗎 最後最重要 籌碼麵 籌碼麵 昨天鮑爾去第二場的聽證會 真的可以說這個鮑爾被哥哥 美股笑呵呵 好不好不要誤會 我不是在謾罵年總會主席 我講的是鮑爾被哥哥啦 怎麼樣的備詢準備的就是什麼 哥派哥派哥派宣言 一旦鮑爾被哥哥 我不是說他見喔 美股呢他就笑呵呵了 昨晚美股有沒有笑呵呵 來看一下費半再創歷史新高 大漲多少2.4個百分點 S&P500再創歷史新高 NASDAQ再創歷史新高 第二場聽證會上 鮑爾繼續他的歌派宣言 昨晚美國噴噴噴 都創歷史新高 我在禮拜天晚上已經有先預告這一點了 這個禮拜的盤勢你得看誰的臉色 來禮拜天晚上我就告訴你 因為這都是牽動市場上資金最重要的事情 那原則上現在9月降息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高達7成甚至要到8成 任何相關的最新消息與變動 你只要持續追蹤我的LINE這個地方 好不好我會及時為你更新 那現階段台股等於是結合了 技術面 基本面 籌碼面 於一身 所以真的 不要這麼容易認為台股漲太多 台股的好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你不知道 因為你還沒賺到 下半段我們就來聊聊 如何賺到 好 休息一下 這支節目有沒有講到 就是說今年的這些機器人概念股 非常類似於去年的AI伺服器 熱度很高 很會飆 但是它是漲虛的 它是漲虛的 你看 同樣的邏輯 去年的廣達偽創 最代表性的股票 漲幾倍 廣達大概快四倍 偽創5.5倍 廣達漲了將近四倍 偽創漲了5.5倍 那今年的機器人概念股 不遑多讓 來看一下 昆盈今年漲了4.44倍 沖泰2倍 所羅門5倍 蒙利2.7倍 會友5.3倍 不遑多讓 超級誇張 對吧 當然因為 他們本身就是小股票 所以更會飆 可是你要注意 當他們開始跌的時候 那更是叫一個六親不認 你可看看去年 來 我們看去年的例子 我們看偽創 最經典嘛 來看一下喔 去年七月見高點之後 它怎麼跌的 有沒有 161 跌到90塊都不到 對吧 這大股票耶 機油股耶 你可以這樣殺耶 161直接殺到那個耶 殺到見血耶 那這些現在這個機器人小股票 殺起來會不會更可怕 那我昨天講過 去年造就 廣達 偽創 技嘉 光寶科這些股票 在去年七月見高點 開始重挫 甚至影響了整個台北股市 到10月才能開啟 第二波行情的原因是 是什麼 得不配位 好不好 得不配位 請問你 偽創在去年漲了 5.5倍之後 營收有沒有變5.5倍 EPS有沒有5.5倍 你就算沒有5.5倍 好歹能不能2倍3倍啊 當你交不出這些成績單的時候 市場自然就會修理你了 對吧 你沒有這個成績單 憑什麼跟人家漲5倍 對不對 其實很多股票 比方說像光寶科 去年跌很慘啊 有沒有看到 174 跌到100塊 對不對 其實都是一樣的概念 那麼我現在回頭請你去看看 這些機器人概念股 他們的營收獲利 有增加到這些相應的倍數上嗎 昆寧今年獲利 營收有漲4倍嗎 索羅門有漲5倍嗎 營收有變5倍嗎 有沒有3倍 有沒有2倍 所以會不會有一點危險 當然現在還沒有出現 所謂崩跌的狀況 泡沫還在膨脹 你也不用急得出 可是就投資的角度來說 如果我想要去把握 AI機器人這個議題 我就不會去挑選這些股票 我就不會去挑選這些股票 那我會怎麼挑 很簡單 我反而會去挑選 可以漲這麼多的 應該這麼講 來 我們應該看到這張字卡 你會發現 昆寧 沖泰 索羅門 蒙利 會友都好 可以動不動就是2倍起跳 到3倍 4倍 5倍 表示這個題材 市場是買單的 你只要一說我有機器人 大家很願意買盤湧進來 那我能不能夠找機器人股票當中 根本還沒有什麼漲到 可是營收獲利是扎扎實實開得出來的 行不行 有沒有這種股票 當然有啊 昨天我們就跟你講了嗎 來 昨天7月10號 我們在中視 中視節目尾聲 你看一下2點26分 我說什麼 今天先買這一檔 今天先買這一檔 昨天就幫你找到了 今天還馬上亮燈漲停 對不對 我再次重申 他不是2401的羚羊 你不要自以為自作聰明 不是他 不是他 好不好 不是羚羊 羊羊今天也沒有漲停 但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即便他今天有漲停 他的位階依然很低 而且後面幾個月的營收狀況 獲利狀況 我都已經大致上掌握到了 我都已經大致上掌握到了 即便他不是機器人概念股 他也是一檔高度成長股 對吧 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能夠掌握到的營收數字 獲利數字 後面整個下半年 即便他沒有吃到機器人這個題材 他依然是一檔高度成長股 怎麼會沒有機會 可是我還是要講清楚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亂猜 自己亂買好不好 來 一樣我們再這張 以前我們就有網友 我們出謎題對不對 自作聰明 買錯股票 買錯我不負責 買錯我不負責 你不直接來找我 對吧 你不如直接來找我 好嗎 那從六月初開始 我就很強調一個概念 叫做跟著台積走 獲利自然有 對不對 六月有沒有 五號 我說什麼 你只要挑跟台積電相關的 基本上你怎麼會錯 你怎麼會錯 對吧 因為下個禮拜四 就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所以我前幾天已經有教大家 趨吉避凶之法 台積電相關的股票 你要如何去做分類 你又應該怎麼樣去做了 分別不同的操作策略 我說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會不會去符合市場的預期 畢竟那個叫一個變數 資本支出它到底講出來是多少 市場的預期有沒有達到相應的一個標準 這是一個變數 對吧 那這個變數會影響到設備廠 所以你看喔 旺系 今天雖然續創歷史新高 可是提醒你 越接近台積電的法說會 你要越注意 你要越注意 可是坦白講已經賺夠了 好嗎 來這張股票 什麼時候買的 兩個月前喔 同步也有 跟你做提醒喔 來 4月29號 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字幕啦 所以我提醒你 旺系有沒有 我還跟你講說這個叫做起漲第一根 對不對 起漲噴出第一根嘛 當時420 430而已耶 來 到今天多少 6 3 8 而且今天有除息喔 今天除息7塊半喔 全部都加回來的話 欸到現在多少 從4月 4月29的起漲第一根 這裡 到這裡 你不要看這邊一小段而已 超過50%喔 超過五成喔 價差200多塊喔 200多塊價差 一張就好了 當初只要買一張 20多萬 五張 100萬就有了 100萬就有了 好那像 加登 加登我說過這個叫什麼 我的分類是什麼 第二類 第二類 他雖然也有創下歷史性高 可是他屬於 剛剛才過前高的 對吧 來加登前高在哪裡 在這裡 是不是剛剛才突破前高 前幾天才突破前高嘛 所以呢 他具有 位階相對低的優勢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就特別強 扎扎實實的紅K 今天漲5.8個百分點 我們從 月初 我就好像是 7 7月1號吧 反正你自己去看我的節目 去看我們YouTube頻道 林肺凱分音師 我應該是7月1號這一天 跟大家做分享的 從7月1號到現在 當時還多少 400多到現在542 也大概快100塊價差耶 這張也是10萬塊耶 10張就100萬啦 對吧 7月1號到現在 短短10天而已耶 100塊價差 將近啦 100塊價差 好那我們看一些比較悶的 惠特 喔 好可怕 今天很悶對不對 跌停板 可是我覺得平常心啦 因為 你看喔 昨天這種拉法 昨天是這種有沒有 有些漲停板 它一架鎖死嘛 或者說它直接先跳空 再拉到漲停 可是它是什麼 它幾乎從平盤起漲 我們稍微放大一下 給各位看 它幾乎是從平盤 開個小開盤 小高盤起漲 然後打下影線 再往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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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費盡九六二虎之力拉到漲停板 其實昨天這種拉法 我們通常就叫做什麼 多空交戰 買盤 賣盤一直拉扯拉扯拉扯 可是買盤更生一籌 拉到漲停板 所以呢 短線課特別多 投資課特別多 今天給你那種隔日沖掉 這很正常 它上一次不是也這樣嗎 對不對 隔天隔日沖給你打下來 都是一樣的狀況 其實像這種股票 我們只要確認結構沒有問題 基本沒有問題 我列出來的目標價 自然就沒有問題 不過 惠特啊 或者加登啊 以上這些都叫做 資本支出概念股 所以你要依照我們的分類 不同情況下去做斟酌 可是法說 不會影響到的是什麼 台積電的集團股成員 因為台積電現在第二季營收 已經好到跌破所有外資眼鏡了嘛 對吧 我的接單接這麼滿 我當然要照顧自己人啊 對不對 我的資本支出 可以影響到我的設備廠 可是我接單好 非設備廠的 我的集團內部的自己人 我要不要照顧一下 所以你看喔 今天誰又漲停了 3374的精彩 是不是去創新高 是不是又亮燈漲停 這檔我有提醒你喔 今天漲停英雄榜上 他又上榜囉 好不好 可是當然啦 彩域又弱了一些些 今天小漲還沒過高 可是集團股中 我真的覺得你還可以再留意一檔 創意 創意這也是橫盤整理嘛 要別的不說啦 你光是看看 M31 今天又創新高 你再看看 力旺 今天也是大漲過高的耶 這些IP股都在漲 那創意好歹是台積電集團成員 好歹台積電集團成員 光這個優勢就比別人強啦 對吧 那我們把漲停的股票一次看完 除了精彩之外 今天我們還有哪些股票量能漲停 來 上全 永為投控 好不好 還有一個蓋牌 永為投控先來看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檔股票 送分題不知道送幾次了 我說這種股票 什麼叫投控 我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 你有沒有飆漲的這種DNA 其實坦白講不太有 它有點類似於紅海 什麼都做 但是什麼都做的目的是什麼 我要我的獲利是穩定的 我既然叫投控 我就是希望說 我的獲利來源是多元化 但是是穩定的 其實它從2021年開始 大概做就是這件事情 穩定在兩塊錢上下 可是今年呢 賺六塊 保底六塊啊 這種股票很簡單嘛 你既然沒有這種長線的 標股爆發力 你就是買在它本益比最低的時候 我是不是四字頭告訴你 買 五字頭告訴你 買 一轉眼六十五塊 十倍本益比以下 揭買點 這送分題不知道送幾次了 你自己不算不要怪我喔 好不好 那這一檔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還沒公佈的蓋牌股 可是如你所見嘛 上全 是不是這檔也很神啊 超神的啊 對不對 今天亮燈漲停啊 有沒有預告嘛 最神的在什麼 上週五 七月五號的節目 跟你預告 什麼 中式LOGO押在這邊喔 這不能說謊的喔 NCC會看喔 好不好 上全 對不對 解除處置之後 可以留意 留意它會怎樣 飛龍在天啊 要不要再唱一次 手牽手 不用啦 股價有飛龍在天 你又知道要厲害啊 對不對 什麼時候解除處置的 我告訴你 禮拜一 你買在開盤 買在中階 買在收盤 隨便你啦 禮拜二開始漲 昨天漲停板創新高 今天再漲停板 再創新高 有沒有完全預告 有沒有超神 上一波完整賺五十八 這一波完整再買起張點 誰是最懂上全的男人 波羅威 昨天有預告喔 今天好可惜 有沒有 可惜什麼 差一點鐵油亮燈漲停 不然我又要再多一檔 這個漲停板的股票了 好不好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整個七月份 累積的是 來這邊 18支漲停板 那今天是7月11號 7-11 好不好 11號 18支漲停板 照這個進度下來 好像真的耶 一個月我們大概 40支漲停板 是沒什麼問題的耶 我們的平均水準嘛 一個月40支漲停板 平均水準嘛 因為 從五月開始 你可以公開的去做見證 我們五月份 下半月 僅僅用了下半月 19支漲停板 六月份 完整的一個月 40支漲停板 每一支都是公開分享 甚至有時候盤中公開操作 公開漲停給你看的 五月半個月19支 六月整個月40支 都是這樣嘛 所以 七月到目前為止 18支了 11號 18支漲停板 表示什麼 表示我後面 至少還有22支漲停板 就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收集漲停板了 好不好 來 哇 沒時間了 台大電今天也創新高 這也提過很多次了 安普興 今天也大漲 也差一點漲停 這是我們之前的蓋牌股 今天創高了 好 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漲停板夠多了 可是我要告訴你 我們的這個什麼 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一起 開始把握 七月最後的22支漲停板 你的機會 很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這一檔最被低估的 基本面非常好的 營收很漂亮的 機器人蓋零 我希望你務必好好把握 任何問題歡迎你 透過等一下廣告 0800的專線 直接把電話進來 或者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小鼠咱們1688 我們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